嗨,朋友们好,我是老简观世界,今天又见面了 今天我来说一说,对于违反劳动法的996工作制,最高权威说,不 那么对于996工作制啊,我们很多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 因为很长时间以来,996工作制在咱们的社会中,这个是不断地运行着 不断地在演绎着这样的故事 那么对于这个996工作制,给年轻一代这个要需要去工作 这个找到前途,找到一颗范围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因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干这个996工作制,就选择了躺平 那么长期躺平也不是一种办法呀 必须要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正确的 那么最近这个出了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对于这个996究竟 究竟这个怎样处理,究竟合不合法的问题 这个给出了一个明显的答案 那么这个案例是怎么样的呢 那个张某于2020年6月加入了一个快递公司 那么双方就签订了一个合同,这个试用期三个月 那么上班时间就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每周只休息一天,每周要工作六天 那么这就是最为典型的996工作制了 那么这个张某这个干了两个月以后啊 他觉得这个身体受不了 那么他就以这个拒绝这个公司安排他加班 而提出了这个拒绝加班 但是这个快递公司这个就以双方我们签订的合同 这个合同规定是996工作制 那么你张某是签了字的 那么必须要遵守这个合同 那么这个张某不服 因为这个快递公司要开除他 要解除他的合同 那么张某就把这个快递公司就告上了这个仲裁委员会 我们每个市都有仲裁委员会啊 张某告到这个仲裁委员会以后 仲裁委员会这个召集了这个快递公司和张某双方 那么进行调解 调解不下来那么仲裁公司就做出了这个裁决 这个快递公司败诉 因为快递公司和张某签订的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 996工作制是严重违反劳动法规定的 那么就判决这个仲裁出来结果就是快递公司赔偿张某8000元 这个解除合同费 那么这个张某就胜诉了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法律这个正在 这个并去这种996的这种工作制度 正在采取措施要改变这种状况 那么近几天呢 这个我们也注意到了 人民日报 还有我们的这个半月谈杂志 知名的这些出版物 都在这个建制996工作制 提出批评 那么提出要改进 一定要改进 半月谈就指出 996工作制 就是与年轻人奋斗没有关系 但是与私人企业主有关系 因为他们有利益的关系 那么在这里我也想请这个 我们各个市的这些律师朋友们 还有这个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部门 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上面这个 这个仲裁委员会以及最高检 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做出的 这个对张某这个案例的这个判 这个判决 这个仲裁的结果 那么它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么这种典型的案例 这个凡是以后遇到这种 类似的 也就是说类似这个张某这种 与快递公司发生的这种 劳动争议的案例 那么就要判决 劳动者是胜诉的一方 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是主张 这个要并去这个996工作制 要坚持八小时工作 这样一种劳动法的规定的 但是我们说现在的情况 说起来这个大伙已经知道 我们这个自从这个国企改革以后 在2000年以后 我们放开了这个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这样一个规定 那么打开这个大门 我们广大的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了 对于这个很多农民兄弟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他们能够走出家门 到北广深这些广阔的天地 去参加劳务工作 取得更高的收入 那么代价就是荒芜了农田 劳动力过盛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 资本家 我们说不说资本家 就是企业家 企业家们为什么可以 这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毫无遮拦的事情 这个996工作制呢 这个就是一种劳动力过盛的 这种表现 他可以说你这个年轻人比方说到了我公司里边 你不愿意干996工作制你可以走啊 我没有勉强你干了 那么后面排着队要干的人还多着呢 这不是他说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也是现实存在的 再一个就是这个996工作制 我们劳动者要坚持 现在处于法律部门 他是处于一种不告不理的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对于我们劳工来说 就是一个不利的一种处境了 很多劳动者很多劳工 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着这样一种权利 认为996是正常的 或者说认为我不干996老板就不要我 我就不能找到工作 那么这种逼迫式的 也就是为了生活必须得去干的这种人 还多得很 那么我们说996工作制 他始终是一种什么呢 这个超越人的生理体能 这个扣制人类健康的这种一种工作制度 他毕竟是一种节贼而鱼 饮吃卯粮的一种行为 为什么叫做饮吃卯粮 也就是把这个劳工啊 这个劳动者啊 他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过度的这个把体力支出 然后以后啊 这个带来这个生命的不健康 所以说他就叫做饮吃卯粮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还是要这个 劳动者要主动拿起这个劳动法 这个上方保健 是不是 在遇到这种劳动纠纷的时候 我们勇敢的走上法庭 到这个仲裁委员会去告他 这个老板是要败诉的 他一定要赔偿你的这个 他辞退你的这个赔偿金 那么前面那个案例 那么就赔偿这个张某八千元 这个违反这个合同 这个违反这个劳动法的 这个一个给这个用功方案一个教训 我们要从这里边得到启示 那么最终要解决这个杜绝这个996 我们说还是还是要这个 要以国家强制力来推行才可以 各类企业要自觉的遵守劳动法 我们要树立这种自觉遵守劳动法 这种自觉性 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们劳工的生态环境不改善 那是不可持续的 对社会运行机制 那是一种不好的倾向 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劳动者就会并去躺平 纷纷地走向工作岗位 这对于确立健康的社会运行机制 是很有利的 好了 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 感谢观看